您好 我是陈海英 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里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首先第一个故事我们带您看的是牛肉面 我们知道牛肉面是台湾的美食代表之一 在台南就有这么一家牛肉面 老板用清炖的方法保留了牛肉的原味 光是汤头就要花上24小时来炖煮 独特的口味吸引了不少老饕上门 而他们最大咖的客人就是总统马英九 第一家庭都会订旗下订单 宅配道府来解馋 还有新单哦 一个顶清 一个顶川 两个顶清 台南从学路的这家牛肉面 吃饭时间总是常常滚 来 两个顶清 煮面 滚汤 老板伙计的手 客人的筷子没停过 全为了这一碗汤清 味香 肉大多汁的清炖顶级牛肉面 我觉得那个肉 肉质很Q 然后汤头蛮甜的 对 反正担心吃不完 然后所以找小儿子一起来吃 就两个是吃不够 很厚又很扎实 很好吃 汤头也很扎 我没有车过这么好喝的汤口 真的 它没有那种 牛的一种腥味 有没有 它完全不会有 对 对 对 它很甜 很好喝 味道很香 我们已经追加第二碗了 客人用舌尖味蕾不断按赞 这一碗碗清香甘甜 大碗麻泥 其实是老板王春明的龟毛旗帜 从客人喝下的第一口汤开始 就要追求诚意满分 这是牛大骨 这是鸡 鸡爪 这是姜 这是蒜头 这是西芹 洋葱 这是葱 一大锅的高汤材料 新鲜丰富 提它的甜度 光靠蔬菜提炼出来的甜度 已经绝对 绝对够了 不用人工调味 蔬菜熬出的甜最干最鲜 煮牛肉汤底用牛大骨 不是新鲜事 王春明用好几样副材料 称出自家汤底的独特性 鸡爪本身它鸡的味道不重 它最主要是在于将它焦煮 加老母鸡进去熬煮 全台湾应该找不到几个人 这样煮牛肉汤 王春明说 牛骨本身散发的味道并不强烈 鸡的香浓味可以画龙点睛 让整锅汤更有滋味 材料一试再试 比例一条再条 前后花了八个月实验 最后请台南众多的老饕朋友 试吃点头 材料的黄金比例才拍板定案 总不能靠我个人的一个主观来定调 我怕我的主观不够客观 汤头吹毛求疵 主角牛肉当然更不能马虎 经过42天熟成期 半筋半肉牛建心 是入选的唯一标准 里面有很多的筋 这个吃起来的那个口感 会特别特别的棒 这起码42天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里面的氨基酸 蛋白质 还有纤维素的一个转换到一个 等于是把美味 口感 咬劲 达到最棒的 药材里面也有所谓的黄金比例 怎么样去搭配 也不能多少都会影响到 整个汤头的一个味道 当归 八角 山奈 花椒等中药材 组合而成的香料包 则是王春明炖牛肉的锦囊妙剂 加上刚刚清洗好的牛建心 舍弃瓦斯加热 一起进大蒸笼 用超过100度的蒸汽焖烧未煮 是牛肉Q嫩的秘诀 肉是可以保持最原来最完整的这种 可以说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就可以焖住 把它锁住就对了 那个味道完全锁住 不会散掉 料理牛肉有两把刷子 当厨师老板王春明 其实是半路出家 原本的工作是在银行当专业经理人 因为业务需要 常常得陪客户吃饭应酬 吃遍全台湾高级餐厅 也练就了一张挑剔的嘴 成了业语老韬 十年前因为优退方案 汉也是在银行工作的太太提前退休 寻找后半场的人生舞台 凭着老淘旗的品味 在台南开了高级法式餐厅 生意下下较 因为爱吃牛肉面 自己和厨房师傅都摸西摸 煮出了味道一级棒的私房面 结果连熟客都冻尾条 闻香而来摸到厨房分一杯羹 最后因观众要求 法国餐厅还卖起了熟客专属的菜单 隐藏版牛肉面 一年前王春明干脆开了一家牛肉面专卖店 在台南卖起牛肉面 王春明不强调古早味 料理手法有别于传统 他说如果不与时俱进 光凭古早味三个字 无法让大家一再回味 一定要一直一直去研发 一直去改变 不过近乎龟毛的吹毛求疵 就让一起工作的太太有点抓狂 他吃这个嘴啊 吃啊 对啊 他品尝啊 你都吃这个嘴 吃这个嘴啊 你都爱吃吗 很好吃啊 对啊 牛肉微熟之后切成厚片 淋上熬煮24小时的牛肉汤 就是飘香辅沉 号称全台南最好吃的牛肉面 登场 鹅肉很弹牙 那又炸很大块 然后汤头很甘甜 很棒 吃起来会有一种 让你有一种肥干的感觉 你看我这个汤头已经 一点都不剩了 真的没碗就空的 对啊 很好吃很好吃 客人吃得畅快淋漓 王春明的牛肉面 不只老饕籍还是总统籍 总统的大姐马尹南 在偶然的机会下 吃到这心旷神仪的好味道 一事成主顾定期下订单 摘配到第一家庭 让马总统在台北也能解餐 刚好我们第一家庭喜欢吃牛肉面 也喜欢上口这个口味 所以说 而且刚好是现任的 所以说是总统局的话 似乎也可以这样子说嘛 王春明的脸上看得出 可以自家自慢味自豪 但是当初要参加 台南美食选拔时 主办单位却说 牛肉面到处都吃得到 没有地方代表性 王家也不是台南老店老味道 而让王春明端着牛肉面 吃了闭门羹 不服气 因为我个人我一直认为 你如果要维持传统 就是不进步 难道不能创新吗 什么叫代表性 难道说所谓台南的 有很多肉粽 只有台南有吗 香肠只有台南有吗 还有很多吃的那种品味的东西 只有台南有吗 王春明认为 台南是台湾的美食博物馆 而牛肉面 又是台湾的美食招牌 牛肉面为什么不能是 台南美食代表 一气之下 转而参加经济部 举办的全国伴手礼选拔 结果台南来的特制清炖牛肉面 让评审们大大吃惊 击败台北各大牛肉面店 报回双特优奖 多一个顶星 靠着无限创意 和追求顶级的企图心 王春明单靠一家牛肉面店 和宅配订单 年营业额上看千万元 在台南站稳脚步 今年9月高雄的旗舰店 正式开幕 目标南台湾牛肉面王 而他的终极挑战 是成为全台湾的No.1 什么东西都是无止境的 希望一定要想办法 再更上一层楼 没有永远最棒 只有不断努力 王春明的达人精神 就是台湾第一位的第一种子